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海水域的赌船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山不管的地带 赌船无需缴交赌税 如果在公海之中犯法 更通常要根据那艘船的注册国家法律去处理 因此受到众多被限制赌博国家的赌徒欢迎 而大部分赌客选债公海赌博的理由 除了方便和舒适之外 就是私隐有更多保障 因为上到赌船的人 他们在赌船里面发生的一切 就会成为秘密 就像今天所说的男主角一样 他是内地的公务员 他登上这艘赌船 目的不是因为赌博 而是因为赌船能够隐藏秘密 这样男主角到底在赌船上 策略了什么秘密呢? 最终他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一起跟着伍Sir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Z档案 我是重案调查员伍Sir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 游轮上的离奇命案 案件中的男主角叫王慧烈 1963年出生 案发当时47岁 王慧烈当时在政府机关工作 是一位公务员 居住广州市政府附近的公务员宿舍 她所居住的房屋是国家高级幹部 先有资格入住的员工宿舍 王慧烈的妻子杨文娟 亦即是案件中的女主角 杨文娟在196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 案发当时43岁 杨文娟完成学业后 去到广州大学任职教师 在杨文娟的朋友眼中 她是一个对名利看得很淡的人 对得失从来都不会太过计较 在朋友的介绍下 杨文娟和王慧烈相戀相识 在1999年 两人搭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又有一个儿子 在很多人的眼中 她们一家三口相处融合 生活条件也非常不错 只不过 这个看下去温馨美满的家庭 其实并不像外人想象中那么好 只有了解杨文娟的朋友才知道 其实她的生活并不幸福 因为夫妻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杨文娟是一个性格外向而是开朗的人 她热爱生活 喜欢和朋友聚会 经常结识到新的朋友 也十分讲究生活情调 甚至和自己的同学都可以打成一片 可以看得出 一众的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和尊重这位老师 但是她的丈夫王慧烈的性格 就和太太完全不一样了 她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每天除了上班下班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节目了 也没有什么资深的朋友 甚至他们的邻居 对于王慧烈都表示没有什么印象 他们的邻居表示 虽然朝见口晚见面 但是她也极少和我们打招呼 常常都是头疼疼 没来神气那样 在一家三口的生活里 杨文娟一直以来 都尽力维持着一种落野融融的家庭气氛 但是长期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最终都令到她感觉到身心疲倦 她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人的付出 是无法维持好这段婚姻的 于是在2008年 夫妻二人终于协议离婚 但可能因为不想他们的儿子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分居 而是继续一起生活 杨文娟的一位朋友也曾经劝过杨文娟 叫她带小朋友离开展开新的生活 但是杨文娟就十分猶疑 她担心这样做 令到小朋友会变成单身家庭 这样会影响小朋友的健康成长 而且她又不放心王慧烈一个人生活 而因为她的生活能力实在太差了 家里的家头世母她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杨文娟觉得只有自己才能照顾到她 杨文娟还跟身边的朋友说 她开始逐渐感受到王慧烈的转变 自己也开始认真考虑复分的可能性 而正正就是她的心愿 和对王慧烈的残存感情 最终令到自己杀手人还 比起性格不合 王慧烈的婚姻失败 可能另有耐情 而因为王慧烈对金钱的这方面 似乎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通过知情人士的透露 王慧烈在广州 至少有三套物业 存款过百万 这个数字 以当时来说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富有之家 而家里的一切财产 都由王慧烈一手掌控 甚至连妻子 杨文娟的薪金也不例外 虽然王慧烈对金钱非常着紧 但离婚之后的杨文娟 仍然可以得到一套王慧烈名下的房产 而王慧烈也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要求杨文娟 将来绝对不可以再婚 因为王慧烈担心 这套物业 会被有心之人看上 从着囚溝占 而一直以来 王慧烈省得就省的生活准质 似乎已经接近病态 王慧烈的妈妈晚年中风 入院治疗过一年多的时间 期间都是由杨文娟一个人照顾的 后来王慧烈的妈妈离世 杨文娟为了满足奶奶 生前喜好山水的愿望 就用了三千元买一个桃木骨灰坑 准备在白云山的山脚 找个风景受力的地方安葬 但王慧烈就觉得 这个骨灰坑太贵了 最终竟然将骨灰直接倒入墓月 又将骨灰坑拿回家 以备将来可以循环再用 听到这件事 真是不敢令人打光冷震 直到2010年的暑假 杨文娟和同事带领学生去西安实习 她的儿子也一起同行 后来大家约定去华山登高 同一时间 王慧烈特意请假飞到西安 就是为了陪伴他们两母子 在爬山的途中 杨文娟为另一位同事 买了一张蓝车车飞 其后王慧烈多次暗示杨文娟 向一位同事收回钱 但杨文娟当时觉得 没有必要为那么小事而叮叮叮叮 但无奈王慧烈反复苟前杨文娟 要他去拿回20元 他一直到达成目的才败休 后来下山又要20元坐车 结果在买车飞的时候 王慧烈就以藉口去治所而离开 其实就是不想付钱 事后杨文娟的同事形容王慧烈 而一个大男人未免太过沽航了吧 但可能是情人眼内出西施 杨文娟就不是这么想了 他觉得王慧烈的性格做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特意请假飞过来陪自己 如果比较是以前 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杨文娟对对两人感情的态度 变得更加乐观 但他没有想到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 澳门什德号是一艘老牌的游轮 从1996年开始航行 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之后 这艘船成为一艘有名气的赌船 赌船上面有224间客房 总载客量超过500名乘客 虽然游轮有一层全开放式的对外空间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海景 而且游轮还有VIP房 桑拿塞和卡拉OK 游乐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 但其实凡是登上这艘船的乘客 几乎都为了赌博而来 所以好少人会浪费时间去蒸桑拿或者唱K 2010年的9月21日 国庆的长假期即将来临 王卫烈向杨文娟提出 想透过旅行来收复二人之间的感情 而杨文娟也很快答应了 于是在23日下午 夫妻二人扣买了两张澳门什德号一夜游的船票 船票的票价当时是250元一张 当日晚上7点左右 王卫烈和杨文娟登上澳门什德号 大约行驶了个多钟后 到达公海海域 夫妻二人亦都在船上消遣 包括在娱乐场里赌博 第二日 也即是9月24日的早上6点钟 澳门什德号按照预定的时间 开始从公海启程 预计9点左右 到达维多利亚港附近 在早上的赌船一片凌静 奋战了一晚的赌客 大多数仍然在睡梦之中 在游轮的第七层观景甲板上面 王卫烈和杨文娟二人 一早就起身散步 当时一名缅甸籍的船员 到甲板做积极工作的时候 看到一对中年男女人士 在一边走一边聊天 之后看到两人坐在甲板上面 男士用手抱着女士 看上去十分亲密 并没有其他异常 而一个小时后 也就是早上7点钟 而游轮航行到香港环南岛附近的水域 这个时候 来自广东的游客刘女士 去到第七层甲板上面散步 他看到一名中年女士 摊坐在甲板上面 整个人软面面的 好像没有反应 接着那名中年男士 用双手抓住女士 将她推到海 这一幕 简直吓得刘女士整个人傻了 他马上跑到第六层服务台求助 等到保安员说到的时候 那名中年女士 也即是杨文娟 已经不见蹤影了 只剩下黄卫烈一个人在甲板上面 他看上去目光外济 神色紧张 当保安员询问他 同行的女士去了哪里的时候 他避而不答 一直自言自语地在说 赌钱真是害死人 而游轮的管理人员 马上向香港警方报案 在当日早上8点45分 香港水警打流到杨文娟的围体 随后 黄卫烈亦被香港警方拘捕 最终经过法医验尸发现 杨文娟的前额和头顶 至少有10处以上不同程度的伤痕 首部有骨折和乳肿的现象 似乎是曾经触受过暴力对待 以及被硬物撞击 法医证实 杨文娟在下水之前还有呼吸 相信最终是匿蔽身亡 而另一边 黄卫烈的胸口也有乳伤 其他部位都有被硬物击中的痕迹 很快 杨文娟在船上离世的消息就传回广州了 她的好朋友一致认为 一定是被她老公陷害的 而因为在一群朋友的眼中 黄卫烈是一个冷血无情的男人 她在杨文娟出事之后 隻字不提几乎已经成为孤儿的十岁儿子 而是写信给杨文娟的姐妹 提醒她们不要忘记帮她收租 很有可能 从她西安爬山的时候 黄卫烈就已经开始找机会 对杨文娟下手 而黄卫烈最终选择是公开作案 她觉得是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 相信如果当时没有目击者的话 她很有可能就已经逃离法律制裁 黄卫烈被逮捕之后 在接受香港警方的初步审讯当中 她坚决否认自己杀害前妻杨文娟 黄卫烈表示 杨文娟是忍受不了毒博士的压力 而选择用头撞击栏杆轻生的 他们之所以会上澳门设得好倒船 是因为杨文娟难倒成星 杨文娟生前还一直反复对她说 如果她自己不在了 希望可以帮她海葬 所以当黄卫烈发现杨文娟停止呼吸之后 自己是为了要完成杨文娟的心愿 先把她的围体抛入大海 听到黄卫烈这样的一番陈述之后 杨文娟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都觉得黄卫烈的说法奇荒谬 杨文娟的同事说 出事的时候 杨文娟的确是企临大学的再读博士 但只是一次普通的进修 对于她来说 根本没有压力可言 杨文娟的家人和朋友都表示 杨文娟身体健康 开朗乐观 根本就不会有海葬的想法 而且她不可能会抛下 只有10岁的儿子不理 所以黄卫烈亦可能在说大话 加上验尸报告组织已经证实 杨文娟直接死亡的原因是匿蔽 很明显 黄卫烈就是觉得杨文娟死无对症 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大话 来帮自己脱罪 2011年10月25日 杨文娟遇害案 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二审 当时黄卫烈出庭自变 她说自己和杨文娟 在婚后的感情一直都不错 直到2007年 杨文娟因为读博士 和工作未能得到平衡 所以导致她有巨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更发展到无中生有的感觉 黄卫烈在自变的时候说到 在事发的时间 杨文娟在倒船甲板散步的时候 黄卫烈担心她会想不开 于是就跟着她 之后发现杨文娟想跳水 所以马上拉着对方 黄卫烈还补充说 上方因为多次拉扯 于是发生了撞击 令到杨文娟躲着受伤 后来黄卫烈发现 对方已经没了呼吸 而且瞳孔放大 她当时以为 杨文娟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于是黄卫烈在警方之下 担心自己要坐牢 他们的儿子会没人照顾 所以她就把杨文娟推下去了 为了令警方和法官相信自己 黄卫烈风话连篇 用一个谈谈另一个谈谈 但她以为天衣无缝的解释 最终都是被识穿 2011年的11月10日 陪审团一致裁定 黄卫烈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依赖判住他终身监禁 我们很难相信 一个人可以冷去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黄卫烈真的因为想要独占财产 而狠心杀害对他照顾有加的妻子 可想而知 金钱财物在他心里 已经到达病态的程度 曾经有句话说到 金用火来练 人用钱来试 伍Sir认为 钱是绝对不可以用来衡量一段感情的价值 更加不可以用钱来衡量一个人对你的爱 但是透过金钱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 所以在情侣交往的时候 如果对方对金钱物品十分重视 甚至有机会去到有病态的心理 就要立即远离对方了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钱才是第一位 与其被这种人控制自己的钱财 倒不如取悦自己 然后拥抱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大家对这件案件有什么想表达 想评论的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告诉伍Sir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你给个like我 还有订阅Z当我伍Sir的频道 伍Sir也新增了会员的制度 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责的影片 以及会员先看和专箱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二列支持 若然伍Sir随随着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请你动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